大纲如下 第三,念佛到底念六字还是四字 第四,关于颂咒的开始 以下是详细说明 第一,在颂经时,读错读漏字是否要背因果 大安法师回答 读颂佛经一定得制成恭敬 如是方可消业障开智慧 如果漫不经心,甚或污手翘腿等不尽 不为难获利益,而其泄漫之罪 有不堪构想者 事故,诵经前已将经文的生字查找认熟 然后宁静片刻徐徐读诵 念之在之,心不旁骛 如是诵经,数可获至法义 如出现错漏字的现象,宋经的功德就会大打折扣 明代抗伟名将,七纪光也是佛门弟子 均勿之于宋经 有个阵亡的士兵托梦七纪光将军 告知明天当遣他妻子前来拜见 请求将军送一卷金刚精,为他超度 第二天,果然,琪琪悲弃前来 恳请七纪光将军,七纪光辞许 次日炒成,为阵亡士兵送金刚精 在送金过程中,家里丫鬟给七将军送来查饼 七将军见后挥手,示意拿回去 便继续送完了金 当天夜里,梦见那位士兵说 七将军念的金刚精,多了两个字,不用 功德不圆满,所以没能超度出去 七纪光追忆,怎么会多念不用两字呢? 哦,原来是像丫鬟白手示意 有不用的意思,便混入金中了 于是第二天早晨,七纪光再次送金刚精 法门关炎,交代一切人等不许干扰 便制成的送完金刚精 至夜里,又梦见那位士兵前来道谢 说其已从明府超度投身善道了 可见,诵经不可掉以轻心 动心起念,幽明俱通 如是因如是果,可不胜灾 第二,念佛修行可消业障 为什么很多菩萨境界的大德法师或居士 他们还会生病呢? 常常看到很多大德遗愿都还没有完成 就往生了 修行到他们这种境界 对我们凡夫来说已是不易了 结果到他们的境界上 都还不能自由,不太理解 大恩法师回答 念佛是可以消业障 但是,我们念佛不一定能在今生 消完我们的业障 普贤行愿品在《忏悔业障》这一章中提到 无量节以来 我们由贪嗔、吃、鼓动、牲口意 所照做的二业是无量无边的 如果这些二业有体积的话 尽虚空也容纳不了 我们无量节所照做的二业 怎么可能因今生少许的修行 就能够消得掉呢? 偶一大师对此也有一个非常透彻的论述 每一身佛号能消八十亿节 生死、重罪、功德很大 如果一天念十万身佛号 那一天就要消很多业障了 如果不仅一天念十万 是净行受念一百年 每一天念十万身佛号 这是把我们凡夫众生的修行 推到极致了 好 那么能够消多少业障呢? 这样子修行也不能消掉 无量节以来所照做二业的 百千万亿分之一 所以 有病是正常的 凡夫众生有这个四大的色生 他必然会生病的 地水火风 他的体性是相互冲突的 水火是不能相容的 相互冲突的情况下 一旦不协调 马上就会得病 这是从我们的夜暴身来看的 再从我们的业障来看 我们阿赖耶士 照做的种种的业障二业 在阿赖耶士里都有二叶种子 这个种子都是致病的病兆 这对于每个人都是在所难免 佛陀也实现生病 所以他方世界的菩萨过来之后 他方佛就让菩萨来问训世尊 都说少病少脑 一时自在佛 所以有这个身体必然就有病 有这样八世的妄心 必然就有烦恼 这是我们的常态 因此我们不要看到 出家僧众或是居士 修行后还生病 就大惊小怪 我们不要去在意 他有病没病 而要看他 今生能不能解决生死问题 能不能稳超 往生净土的船票 这才是大事因缘 解决了这个问题 即便是得重病 得绝症 也都没有任何问题了 况且得一些病 还是好事 一个人太健康 太强壮了 若又没有道心 他造的二叶会很大 我们看到很多人 往往是得了重病 住院的时候 才悔光返照 才有一点忏悔意识 才不敢去照二 这个世间是以八苦为师 病苦就是其中的一个老师 在生病临终的时候 我们靠自己的力量 是不能做得了主的 所以就要靠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 他在我们临命中时 会加持我们 能够让我们身心安稳 如入禅定 自在往生 第三个问题 问 您讲净土资粮时 总是提到六字鸿鸣 好像印光大师 也提到最好六字鸿鸣 我想知道 净土中主师和您 是怎么念的 我每天早晚课 白鱼生六字 其他时间都是四字 选四字 一来是默念时间多 念起来顺口 二来念的数量多 有成就感 但不免担心 四字效果不如六字 请法师 慈悲开始 大安法师回答 原则上 六字四字都可以 你不要因此而忐忑不安 为什么 我们会讲 我们会讲六字鸿鸣呢 因为大多数念佛的人 他们的信心不足 所以就要通过六个字 尤其是通过前面 南磨 这两个字 来建立根 阿弥陀佛的那种亲切的关系 南磨 是인데 多亦不凡 他有恭敬 礼拜 归命 归缘 救我等意思 你只要南无跟阿弥陀佛建立了一种亲密关系 阿弥陀佛就紧紧的将我们摄取不舍了 所以初学者一般一念六字 如果你已经建立了南无的心态 四字里已经包含了南无的时候 念四字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六字或四字 连此大师有一次也碰到一个居士问他 有的人念六字 有的人念四字 大师您是念四字还是念六字呢 连此大师回答得很有意思 他说六字随重 四字自念 随重的时候他是念六字 但是自己念就念四字 原来我在福建的时候 有一位八十岁的老居士 念佛念得很好 一天念十万生佛号 雷打不动 他就是念四字 他一直这么念 每天早上两点钟 佛号就会把他叫醒 但是他念的是四字 而叫醒他的佛号是六字 他就来找我 问我是不是要改成念六字呢 我说你倒不需要改 这不是说明你的四字里面有南无吗 叫醒你的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第四个问题 关于颂咒的开始 妙法老和尚回答 如果有人能断食 葱 蒜 韭菜 鸡蛋 及一切肉类 每天诚心为众生念诵 大悲咒三至二十遍 或诵念或默念 或空闲十念 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 即是一切所求 皆能满怨的妙方 即是防止一切瘟疫 疾病灾害及一切二极康复的妙方 即是人命忠厚 必定生诸佛国土的妙方 若有诚心诵念而不应验者 我永不成佛道